欢迎回到麻辣小午茶 再次欢迎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梁万里律师还有消费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两位 我们刚刚谈了申请大学的 决战八州论文培训 其实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 学生们要继续地保持充足的冲刺力 那么尤其是11年级的学生 也在这边特别地在提醒大家 那么当然了 这个2月5号有一个免费的讲座 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踊跃地来参加 那么有任何的疑问 尤其特别是在这个税务上面 其实呢两位也是专家 也可以帮我们回应 那当然了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了 关于很多这个申请信托的一些 这个必要性 重要性 但是到底申请信托 就设立信托 它到底最大的好处在哪里呢 申请信托当然是可以 就是避免这个遗产税 还有避免那个认证 避免那个probate 如果你有这个遗嘱而已 will的话 在加州超过10万的财产 就会要进去一个认证 那怎么避免那个遗产税呢 夫妻两个人 今年的免税额是5点 大概5.5 million 那夫妻两个会变成double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你的遗产免税额会double 因为夫妻两个人做了信托之后 如果设立好的话 就会有AB信托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今年设立好信托 你就有11 million 1000亿的那个免税额 那个免税额是关于当事人 百年归老那年 所以这个免税额度呢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看来 比如说以前是属于100万 后来增加到200万 其实免税额度非常的高 但是问题是这个免税额度 不见得在我们百年归老的时候 还是会这么高 所以呢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是说 OK你又享有这个免税额度 所以当然啦 最基本的就是要把先做信托 那不管将来咱们哪一年 百年归老或是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lock it down吗 当然可以是lock down 但是我们要先给大家 介绍这个信托的基本的功能 这个概念先 那下一步再 当然可以lock in lock in的话 就是要需要了解那个gift tax 赠与税 赠与税 是所以一开始说基本上 很多人就是说在这个信托的 这个基本的结构是这个样子 没错 但是后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 你还可以再附加上去 对所以我们先讲OK 信托还有什么好处 besides遗产税免税 至少你double 至少现在也是1100万 还有更好的功能就是保护小孩子 因为我们刚才说 前一天说过了 我们计划不是今天明天 是四五十年 in the future 怎么保护小孩子呢 通常做信托 比方说你现在小孩子 他20岁了 大学要毕业的 那大概20年以内 小孩子会成家 get married 那加州的 那个divorce rate 大概是一半 那小孩子如果拿到财产 如果那个时候divorce 不是给人家拿一半吗 就是说他的配偶 可以拿走一半 是因为加州是 有这个可能 加州是共同财产 所以我们做的信托 就会把我们自家的财产 留在自家里面 到时候我们传给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子的离婚配偶 或是小孩子的债权人 没有办法把从信托里面的财产拿走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代 父母做信托 是为了我们下一代 因为当我们百年归老的时候 我们这个信托 传给我们的小孩子 那个时候就变成是 不可更改的信托了 当你是不可更改的信托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像铜墙铁壁 像个保险箱一样 没有人可以拿得走了 是 所以如果你没有信托 只有遗嘱小孩子 马上就拿到钱 那如果那个时候 有离婚的状况 那就 就会复杂化了 其实也就是说 父母亲如果你想要有 完整的一个控制的 这个权利 尤其对自己的这个遗产 有更完整的一个规划 希望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走的话 就一定要来设立信托 你才可以把它划分得 非常的仔细 讲得非常的清楚 不管是在财务上 或者对孩子的照顾方面 可以分析的 可以其实等于说 你看你要怎么放 有很多东西可以放进去 再给大家这个概念 你设立信托 后部的管理员变成子女 你是给子女一条钥匙 只有子女有那个钥匙 那个保险下的钥匙 是只有我们的小孩子 才有那个钥匙 是 所以对于就是说 你如果说真的要来 保护孩子的权益的话 其实设立信托 是一个最棒的方式 好了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在2月5号就过两天了 就是这个免费讲座 那么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勇裕地参与 有任何的问题呢 我相信呢 梁律师还有小律师 会面对面的跟您 做一个比较简短的资商 如果再有更深入的话题 都欢迎大家预约 然后能够做一个 更完整的规划 那么当然呢 我们小律师也非常的热心 如果说你有在中间 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利用微信 好吧 我们马上给你 马上给你WeChat一下 马上回答 OK 非常谢谢两位 再次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我们稍微休息 会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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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